Hello Hello 大家好 剛剛又到了這個聚焰堂的時間 是 Amanda今天又有一個很精彩的嘉賓 因為我們的主題就是青年創意創業 是 今天的嘉賓她真的組織的名字叫做 創事創業會 是 說真的很重要 其實這麼多集都在說這件事 什麼工作比較有趣 或者經常想著 真的創業都是那些 或者有人賺錢 想著那類的 今天很開心 我的嘉賓上來 其實我自己初初覺得 我真的問回中間的朋友 他是不是真的是自己的公司 因為這件事我小時候 做運動的時候要做 又或者是運動堂裡其中一部分 或者我減肥的時候 會想一下我們怎麼做 但沒想過 原來都可以變成一個 挺好的 但今天不是說減肥 當然 先介紹一下嘉賓 我要說一下究竟這個工作是什麼 因為他 是跳繩的 而且是花式跳繩 花式跳繩 對 還有很重要的是什麼呢 Kan Sir呢 是在前香港的 代表都是教練 有很多很多很多學生 那些學生贏了很多很多 國際比賽 很多很多資訊 那些就自己上網看 還有 今天真的 上來的時間裏面 之前看過的資料 原來 教這個花式跳繩 都可以變成一個行業 因為他的客人是國際大品牌 有很多品牌 那怎樣可以真的變成這件事 請你自己和大家說 和家庭的股眾大家招呼 好 我是Kan 通常學生或朋友叫我Kan Sir 其實我自己是否要說故事 小小小 通常都是問我 你是何時開始接觸跳繩 那些 基本上 我有一點時間給你做 因為上次看到你的資料 有些人可能未看 一點點知道 還有我會 問一些我想問的 小小 小小 好 那時我接觸跳繩 是中一開始的 中一的時候 我進了我自己的學校 進去之後 我還記得那時還未開學 我有些型生日 我在操場 剛好瞧到 有一隊跳繩隊 正在練習準備去比賽 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就是嘴巴 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其實那時應該是十 有時間數 差不多二十年前 那時 我看到 其實我覺得 原來跳繩 真的很多千變萬化 我以前在小學的時候 從來未見過 我自己主動跟老師說 我想加入跳繩隊 然後就入了跳繩隊 我就在學校玩了幾年 但當年沒有這個職業 當年我們就是 那個年代 還推薄牛龜電視出來 播錄影帶 錄影帶 我們以前老師 在外國找了一些 很厲害的跳繩片 老師也很厲害 當然香港有些機構 香港有個 幫人買廣告 香港有個機構 專門推動跳繩的機構 健康的機構 即是運動 應該是 叫跳繩強心 其實這個機構 後面的背景就是 心臟專科學院 是一班心臟醫生 他們覺得除了治療心臟病 最重要是預防心臟病 跳繩做一個預防運動 對 他們覺得原來我們 其實大量運動是很有效的 所以跳繩是其中一個 他們覺得是一個好的主題 他們推出一個叫做 跳繩強心計劃 搞了香港很多學校 之後就開始搞跳繩 而當時我的老師就是這樣而認識 然後我就因為這樣而開始跳繩 但當時就是看那些跳繩強心 在加拿大拿回來的錄影帶 外國看電影 對 那時候看錄影帶學 我玩到中三、中四 然後我沒讀書 然後我就出去工作 後來有再讀 中學正式 這是很重要的 我會問一下 你 怎麼跟以前的教育制度說真 你告訴人家中三不讀書 媽媽又嚇倒了 老師又嚇倒了 整件事好像不僅僅 當然是早年少少 這部份是一會兒詳述的 早就出來了 但為何都這麼喜歡這個跳升的部份 因為說賺錢賺錢 又不是 沒有這個工種 完全是 我都說了其中一部份 而且那個推廣都是想著強心 因為去到減肥 那時候也沒有什麼 現在找人減肥 還可以賺到錢 那你那時候是一股傻勁 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當年是完全沒有計劃的 不是說 我有計劃 我會成為冠軍教練 要公司有多少人 要賺錢 完全看不到 沒有 當時沒想到賺錢 當時我剛畢業 也不是畢業了 就是中三 那時中三也是一個階段 現在沒有中三 沒有人中三不讀書 那時仍然有 我到中三後 完全沒有興趣 不讀 然後就出去 做過很多工作 我自己派傳單做過 洗碗做過 地盤做過一段短時間 Office Ball 我也做過 執艙 我也做過 很多工種我都做過 兼職的形式 做一段短時間也做過 然後我做了一段時間 我以前認識一些朋友 他們就開始教跳繩 他們本來是老師和教學助理 但他們就覺得 其實香港好像跳繩越來越有需求 他們就自己出來 搞了香港第一間的跳繩公司 他們就聘請了第一個伙計 就是我 然後我就開始了 跳繩教練的道路 那時我印象中 就是第一年 開始幾個月是兼職時薪 時薪二十多元 以前沒有最低工資 時薪二十多元 後來就好一點 後來就定薪 非常好 定薪是三千五百元 我講到現在都很記得 剛剛很夠搭車 還說很好 你講出來之後 定薪是很好 三千 我第一年出來教跳繩應該是04年 04年即是現在 減多少 2017減04 即是13 13、14年 13年前那時 三千五百元 絕對只是夠搭車 和吃餐飲 你和客人住的 對 還好一點 所以那時甚麼都要做 現在甚麼都要做 但那時甚麼都要自己下手下腳做 所以那時家人沒有說不准 但很不想 即是不想 不知道做甚麼 應該不支持 即下一個你要做 我都沒有辦法 但不想你做 很正常 而且知道你家算是小學 我不需要你去完全負責 即是有小空間 即是 兒子我不用你給我錢 但你搞甚麼 這是很正常的 是爸爸的想法 但他又沒有你扶 他起碼都願意讓你去玩輪 即是我這樣說 即是他起碼不會立刻 但他完全沒有認識 你不怪得他 你給我 我只知道家裡跳 怎會想到怎樣 應該這樣說 我當時連我都沒有認識 我都是試的 我都不知道 我還記得那時 譬如家人都是 我去問我 其實你上班要做甚麼 我每天都會告訴你 或是諸如處女 但其實在我家人 甚至乎每年新年 都會見到很多親戚 通常都會… 像姨媽姑姐 是的 姨媽姑姐 總會問你 這麼快沒有讀書 不是吧 很多這些 再不是又說 甚麼 跳繩都要教的嗎 是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我記得到今天 我媽媽說 其實我都不知道 跟親戚說你做甚麼 哈哈 師傅不是說話嗎 他很難想像是一個工作 因為不是傳統的工種 他說完之後 我便笑 甚至不形式是專業 是的 所以 我最記得 可能又試隔一年 親戚又新年又見到你 又問了 現在又讀書 還是轉了行 還是轉了行 還教訓嗎 還想到吃的嗎 你還想著 還有很多人就馬上問 你打算教到多少歲 沒有了 你只靠這些東西吃 做了幾年 醫生規劃是不合理的 現在做的 在你身上是完全不合理的 對的 其實那些親戚朋友 都是說 很關心的 對的 那些長輩 他們的角度就是 你有律師醫生 那些不做 你也穩穩一會做過政府工 穩穩一會做一份大經司 大企業做過辦公室工作 他們能夠理解 對的 他們就很不理解 其實跳繩為何要教 其實跳繩要做甚麼 過多幾年又怎樣找食 找不到食又怎麼辦 是正常的 很正常的問題 全部都是 很難了解的東西 就算不要說他們 在我接觸你之前 我都說我能拿到那些東西 可以嗎 我想要是運動 我純粹想要是協會裏面 推廣 是公司 整件事 我完全明白那些前輩 完全不明白的原因 但是一年 兩年 你父母沒有壓力 我先不要說你有沒有壓力 父母沒有壓力嗎 因為親戚一定會 說完你之後就問你父母 他們怎樣 幫你頂 還是再壓力 我想有幾個原因 有幾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就是 在我做跳繩教練的過程裏面 他自己近年都跟親戚朋友 分享當年的感受 他當年都說 沒有的 最初都不想的 他說去教跳繩 你又不能不讓他做 那就讓他試一下 後來你又看到他 每天都很準時 很早地上班 他又沒有失場 他又很投入 慢慢做媽媽 做家人的 看到一個小朋友 即使他又找不到 但你看到他很投入 你看到他又不會遲到 不會失場 很準時 很早起床 你就覺得 應該要支持一下他的 這是第一個 真是的 都是的 家裡的方面是很支持的 真是頗好 幸好當年那一刻 他又未即時說 你出來一定要 在家裡等著開飯 你要拿多少錢回去 如果是那些個案子 我就真的進不了行 是很明顯 因為是3500元 我給多少在家裡 給500元 那個年度 我想起碼正常 都起碼是雙倍 正常起床是7000元 對雙倍 即6、7000元才算正常一點 因為你以為是坐車 當然 當年Office Boy 應該都是8000元左右 即是最基本入門的 很嚴重地低 是的 我有理解 不是以前的老闆黑薄 但當時是整個行業很green 然後那間公司又很green 他就是一家 是的 所以很多時候他們的投資 就是一步步一步步地做 所以第一個伙計就是 總之你不死你 你肯不肯捱 我當然說捱了 就先捱下去 但我想問3000元維持了多久 3500元 我印象中大概維持了一年至一年半左右 那你加身加多少 一加加一加一加雙倍 哦 那你都生活了 一加雙倍 為什麼一加加雙倍 就是因為維持了年多到開始 因為當時沒有工作 變成慢慢開始 越來越多人認識我們 或者越來越多需求 或者由我不懂教醒 變成我慢慢懂自己教 慢慢懂得幫公司解決很多事情 慢慢開始就是那句 你幫老闆解決越多問題 你的荷包就自然越厚 正常 這個很重要 各位員工或是想出來做的 年輕人又怎樣都好 你是幫老闆解決問題 而不是給老闆問題 所以人工就雙倍了 就是看了你年紀 你這樣都捱得住 OK 所以值得給你 因為現在很多時候 年輕人是幾天 人工又低說幾句 就可能Whatsapp 告訴你我不做 他就沒有機會 他會有享受加薪的部分 這個很重要 原來是可以這樣 但市場在這十年進步得很快 是的 需求真的很大 我先補充多一點 其實剛才我這樣說 家人看到我準時上班 很投入 很全程投入 所以支持我 第二個方面 我想都是收入上有改變 所以剛才你問得對 就是說其實我維持了多久 三千五千 如果維持了四五年 你家人都 你家人都 你家人都說 因為做演員那班 長時間都是這些 好坦白說 那我還要沒完沒了 做演員那些 under一萬元 四五年都是under一萬元 有很多現在都是 是的 所以那時候 其實真的 譬如做了一年左右 開始 譬如我越來越幫到手 其實人工開始 又好 又好轉 我都真的 自己醒醒目目 拿錢回家 我就知道 原來你都叫做 找到吃 自己搞定 一千兩 一二千元都拿回來 都叫做好 都叫做OK 希望先放心 真的好很多 接著之後 在我再堅持下去做的時候 自己開始有些學生 去比賽 去表演 當然那時候就是 本地賽事 校製賽 拿到一點點成績 變成了家人 就覺得 原來你都 有些成果的 所以開始就 沒有那麼反對 不會經常跟你說 說要找回東西去讀 或者找回其他東西去做 很簡單 因為那年頭的年齡 他會不斷跟你說 他很有趣 會剪報紙嗎 你知道 我完全明白 媽媽會剪成一份報紙 剪成一段說 兒子你看一下 有這些東西去做 兒子你看一下 那些 然後很不小心 好像是誰做份工作 我講得挺好 不如你可以過去看看 通常都是媽媽和爸爸 都會做的動作 老頭的剪報紙 大債是這樣的 另類關心 對 剛才你說的需求很大 是否最主要來說 早期學校會比較需要大一點 可能打算推廣健康 心臟等事情 起碼學校真的很多 可以很忙一下 是否打通了這些脈絡 我可以說一下早期 即是說回業界的情況 我想早期那時 香港 我講到2004年的時候 我剛剛入行 到2005、2006、2007、2008 其實這幾年 Keep on 香港只有兩、三間公司 總共加起來 全職的都不夠10個人 去做這件事 但是香港搞跳繩的學校 在那幾年是幾倍的膨脹 一個是因為跳繩強心 他做得好 他真的有推廣 真的有推廣 那幾年他本身參加 那個跳繩強心計劃的學校 不斷膨脹 但本身跳繩強心計劃 他們是一個非牟利的組織 他純粹為了推廣 他不會賺錢 他不會收錢 醫生發力 他亦沒有全職的教練 派到學校那裡 當跳繩強心越推動得好 越多學校認識這個運動 和想發展的運動 就自然我們這些所謂的 私人公司就會誕生 我們的生意就會 即是需求 這樣說的需求就會陸陸續續增加 生意就會好了 當年就是這樣的 但如果沒有說 政府本身也有推廣學校的體育活動 但這個跳繩計劃 是否在資助範圍之內 還是怎樣的 以前不是 近年才有 有一個過程 是的 這個也很重要 不然誰會出錢給你 沒錯 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主要的目標 因為跳繩強心這個機構 主要目標的範疇就是中小學 所以當時最多我們的目標 就是我們商業公司的目標 就是中小學 其實很多時候 那時候也有人問我 你第一部攪拌公司 或者你第一部入行是怎樣做的 你怎樣找客 其實當年是不用找客 或者客人找你 不用你找客 那麼多 是的 因為那幾年就是 需求量倍速增長 但其實供應量其實很有限 還有所有學校 這個也是我們行內的問題 就是現在大部分 應該不說 差不多九成的中小學 都是全日制的 九成多 所以變成他們全部放學時間 就是四點多鐘 三點多鐘的時間 所以其實 所謂叫全職教練也好 但其實他們可以入學校幫忙 都是星期一至星期五的 放學那兩個小時 是 所以變成一個教練 最多教多少個學校 就頂了招牢 教你五間六間七間 連上星期六 最多八間九間 沒有的 但香港需要教練的很多 所以那時候就是這樣起步 而怎樣付錢 剛才這樣說 其實主要都是學校的 學校其實有個預算 就會付錢一些的學校 付錢我們去上課 去外聘 對 我們叫做外聘導師 或者收費課外活動 另外一些 譬如是學校出通告 是家長付錢的 有些是學校付錢 有些家長付錢 類似這些個個案 都會有 當年就是這樣 因為譬如聽你這樣說 現在就是很穩定的情況 剛才有說過 你很早期三千多元 我很有興趣想知道 譬如現在一個跳繩教練 他現在的正常人工 大約會有多少 現在一個全職 在說一個全職的跳繩教練 我想大概是一萬至兩萬多元左右 要視乎他的年資和工作量 因為我們的全職是很闊的 全職忙到早上到下午到夜晚 一日教三至四班的人 叫全職 有一些所謂叫全職 但其實他經驗不夠 或者能力未到 可能他一日只是教一至三個小時 那些又叫全職 所以 也過萬了 是的 也算是一萬的 因為這很重要 你行來都會升級的 會不會說拿什麼獎 什麼水平 諸如此可以教一些什麼班 有沒有那麼分 目前這一刻 目前這一刻是沒有一個制度 沒有很明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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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學生參加比賽 也有分不同級數的 會的 譬如可能某個比賽贏了 才可以升級別或組別 或者某個比賽贏了 才可以有資格參加下個比賽 那就是比賽的部分 即教練本身沒有一個分別 即學校找你的時候 他會看你的步伐 原來你教過那些 他很自然就會相信多些 或者可能參加那些 國際賽事有沒有交流過 外國的情況是怎樣 有沒有學外國的情況是怎樣 好問題 我有講一個故事 第一次 剛才我說2004年開始教 我第一次參加所謂國際性賽事 就是2009年 那一年在香港搞的 就是第一次的亞洲跳繩比賽 那一年第一年接觸一些 亞洲地區的國家 但那時我也是 樹蜜的 所以也沒有怎樣跟那些 我讀書又不好 英文又不聰明 很少跟別人交流 直至去到2011年、2012年 分別去英國、美國 不同地方去比賽 又認識了很多外國的朋友 又有些香港其他的教練 曾經在那幾年邀請過 其他外國運動員來香港做推閣 所以這個過程裏面 在我去國際賽 或者其他國家人來香港做交流的時候 都真的有談過這方面的事情 當年我發覺其實 很多個國家 都不是商業地推動的 好 舉個例如澳洲 澳洲可能他們是某一間學校的 某一個老師很喜歡這個運動 接著他自己跳得很好 他有教學生跳得很好 可能是整個澳洲裏面的 某個位置的某間學校做得好 他是一個老師 所以他不可以去很多不同的校校做推閣 所以最多都是交流性質 令到多幾間學校開始 即是業餘的組織 沒錯 業餘組織 當年我有認識 譬如去到當年 譬如美國 或者比利時 因為比利時是跳繩很厲害 比利時是過去幾屆世界冠軍 但是他們都是沒有全職跳繩教練 所以當年我就想 其實原來不是那麼多地方 可以像香港的優勢 可以做到全職跳繩教練 為什麼香港有優勢呢 我都問過 原來香港的優勢就是 香港很小 小到你一天可以離開兩間學校 甚至乎如果不是全日制 密集的情況 對 像我現在這樣 我現在是一天走三四間 就是因為入口可以教幼稚園 或者有些特殊學校入口上課 或者有一些課程 譬如大專 把跳繩放到學校的課程 又會上午 然後晚上又有運動員的訓練 然後可能黃昏又有些 譬如可能會所 或者會有些社區中心 或者有些我們宿舍自己開辦的課程 即是不止學校 現在已經進化了 現在已經進化了五個學校 因為香港學了四百多間 你有沒有記錯 數了呢 中小學加上一千間左右 小學五百四… 中學四百多 對 中學四百多 沒錯 所以變成其實 某程度上 從我認識 即是跟外國交流的過程 我就知道我原來外國是很大的 但是可能有人搞跳繩 他們想找你 但是你去那裡是要駕駛車 駕駛幾個小時的 你一天可能去一個地方 還要他給你的offer 其實不夠你 就駕駛車去 對 時間 即是我駕駛兩個小時 可以駕駛兩個小時 再回來兩個小時 其實他給你offer 你可以賣六個小時 但香港就不是了 我真的可以走四五個地方 去服務到很多人 去支持我這個業務去做下去 所以譬如可不可以說 譬如那時候你很認知 但是到現在是否一樣 即是香港可以變成一個 真正的生意形式 即是基於剛才你說的優勢 外國仍然都因為太大了 或者可能成本比較高一點 時間等等的事情 都未是很正式有 一些這樣的類型的公司 是真的從這個跳繩 花式跳繩部分裏面 可以賺到錢 你想認知 近年的形式都不同了 以我認識 譬如美國多了一些 全職的跳繩教練 不過以我所知 他不是非常… 他是很專業的 花式跳繩的運動員 但他們的目標 不是做專業的花式跳繩 他就是做專業的跳繩 和平衡 即是他們目標的 就是保健 刀華那些人會比較再正常 容易一點就收到錢 對 再闊一點 因為整個商業 只是目標了那些 跳得很厲害 跳得很厲害 要再厲害再厲害 即是拔尖 其實你的受眾群會變小了 所以外國那些就會選擇 保健 對 即是做健康 這樣就闊了 第二件事就是 近年我個人認為 全球搞跳繩目前這一刻 最商業的 而未來將會是越發越大的 就是中國 其實他們搞跳繩是搞得很像的 基本上我們外國先搞 比如美國那些 比我們香港再做十幾十年 直到香港搞 之後中國都未開始 很有規模地搞 當然你說會不會 國內有一些 某些省份某些市 說自己很多年前 已經搞跳繩組織出來 那些不算 真的跟國際摺軌的形式 去做一個花式跳繩的事 其實我想都是近五至十年內的事 但他們一搞 要不搞 一搞他們就真的做得很好 是 國內有些公司 是以我所知 給我 即是他們是賺很多錢的 即是用跳繩這件事 因為國內大 只要他們在某些情況下搞得好 其實他們 我舉個例子 譬如國內有東西叫大課間 就是入口上學的時候 全校的人在操場上做體操 做廣播操 現在他們在說推 就是大課間做跳繩 他們就一人一條繩 一間學校一千人一千條繩 如果有某些組織 在某些省份 跟教育部官員 關係良好的時候 整個省份都推跳繩的時候 整個省有很多市 很多市裏面有很多學校 大課間都推跳繩的時候 一條繩賺幾元都不得了 我們那個經濟模式 不能夠完全地擺放在香港 因為相對地沒辦法 政府還有一件事 可以很快 很有效率地傳染 但還有一件事 Kent也沒有說錯 條件很類似 即是國內的城市的密度 都可以 過一千萬元的城市 多的事 一萬元的城市 才能夠你這個密集程度 他們很輕易由上而下 譬如官員說要搞 下面的全部都一起推 政策上就這樣推 而且他們也很聽話 當然 譬如回到香港 其中一件事我又想問 某程度上 在過往你的 訪問裡面 很多學生都拿到 很多國際的創意 你的生意是跟學校很大關係 我當然很想知道 會否也因為 近這十年的城市 很多家長 或者在教育上 大家對你拿了一些獎項 做到某些好的成績 感覺上 可能會對小朋友更加好 會否有這樣的原因 你除了教師 還有一個渠道 令他們在外國拿到不同的成績 而引致他們會更加有興趣 可能和你公司合作 甚至找你們幫忙 不是找一個普通的教練 會否有這樣的情況 絕對有 我想其實 講一下 跳繩其實在香港很多年了 而我們香港的運動員 拿好的成績 也是很多年的事 但是很多人可能真的認知 都是兩三年的事 為何我們密密加均勻了這麼多年 這兩三年才知道 其實都有些故事 就是很多人都真的 不要說長輩 可能跟我們差不多年紀 都會問一下甚麼是花式跳繩 有時例如我早幾年 跟別人說起花式跳繩 他們說是甚麼 很多時都會 就算差不多年紀 二十多歲 三十多歲 可能都未必知道 所以變成香港的媒體 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令到我們香港 越來越多人知道甚麼是花式跳繩 其實在2009年 我們已經是亞洲冠軍 一零年已經是世清賽冠軍 一二年也是世界冠軍 一四年也是世界冠軍 一六年也是世界冠軍 為何這一兩年才越來越多人知道 其實就是我們之前去幾年 去拿到國際賽獎項 因為我們不是奧運項目 所以就算我們拿了十多金 十多人 十多銅 去完世界賽 回到香港 傳出了一些 沒有報導 對 傳出了報館 諸如此類都好 就真的沒有反應 沒有人來接機 沒有人報導 或者有人報導 都是體育板 掀開這麼大板 找到跳繩 是 小一個卡片 整個版內說跳繩 是小一個卡片 你知道現在體育板 不是說國際球會 是說其他東西 香港報紙一向都不是 賣很多體育新聞 直至到今年 剛剛2016年 我們去了世界賽 其實我自己覺得 其中一個很關鍵 在這一年內跳繩 風傳率再高的原因 就是因為 能否說得到媒體 可以 可能今年我們去了瑞典的世界賽 有一個香港01 這個報紙 在網上找到我們跳的摩打腳 即是我們有兩條繩 好像有一個球 然後裡面跳得很快 摩打腳 那個項目我們都拿了冠軍 也都拿了記錄 那條片其實就被 瑞典當地的媒體擺上網 不知道為何被香港力 一找到 他就自己擺上網 香港也沒有上網 只有他 對 香港 他擺上網 擺上Facebook 不知為何我們都是在吃午餐的時候 不知為何 稍後我們要拿一個視頻來播 哈哈哈哈 不知為何 我們先宣傳一下 看到那條片 接著那條片 那條片分享得很快 下碟又夠了 接著不夠一小時 看到一百毛又分享 那你就知道一百毛分享 就算了 然後不用一天 基本上差不多 不用24小時 全香港所有的網媒 都有分享那條片 是的 因為這段時間我也有接觸媒體 媒體說其實 香港現在的趨勢 總之哪些人 哪些東西多Kickway 哪些媒體都分享哪些東西 是的 所以變成了有十個 有兩個人分享 有Kickway 後面那十個二個都一起分享 變成那件事之後 原來那些人在香港 原來跳繩是快成這樣 很誇張 很瘋的 接著之後 後續我們無論是在速度 在花式 甚至我們港隊 不是值得我們自己的機會 我們還有其他會 有表演 有其他項目上面 都拿到很好的成績 一回到香港 就史無前例地 就排了十幾支咪 十幾個媒體就要報道了 但是過去很多年 我們都是這樣出過比賽 我覺得很奇怪 回到他問一個問題 因為我知道政府怎麼撥寬 裡面也有 就是你那個貨外活動裡 有一筆錢你預料了 你可以用其他東西外拼 包括了例如跳繩宣傳 但是政府當局 教育當局 有沒有拿回你的成績出來 自己教育那個網站宣傳 沒有啦 因為你這麼快的事 以來 十年了 買來買去 你說說今天 今次那條很厲害 不是那條線 十幾年以來 你一直是政府的資助 有沒有享受到 政府有沒有宣傳過自己 沒有了 已經想了這麼多秒 真的沒有分享 分幾個角度去說 政府其實撥了錢 去學校做體育發展 其實是任何學校怎樣使用 那些體育項目 譬如可能是買器材 或者支持一些貨外活動 但是那部分就不怪 教育局那邊也不太來 但其實香港又有一個叫康民署 康樂及文化 其實近年 因為跳繩普及了 其實近年 他也有找到跳繩總會合作 跟跳繩總會合作 他們給錢 總會就派教練 去香港不同的學校做推廣 那是非牟利的 對 非牟利的 跟你們這邊有沒有合作 什麼關係才變成這樣 什麼關係 因為你真的跟政府線 是… 搞鬼線 其實現在都挺複雜的關係 最複雜的關係是甚麼 就是其實香港 如果你說一個正規的 一個正規的體育總會要教得好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他要得到政府認可 所謂政府認可 我相信大家都很認知的 就是有一個叫SFOC 港協企奧委 他認可了你成為他的會員 即是他認可了總會 就可以得到政府的資助 我不是很細節 不過我大概知道裏面有些半贊助 全贊助 令到他們會有資源 可以有辦公室 可以有幾多位全職的工程 推動整個運動 但作為一間私人的企業 你沒有這些資助 是的 但我先說了就是 總會都沒有那一年 總會都沒有 是的 因為總會是未沒有 因為他未加入SFOC 其實我申請了很多年 原因是因為他不是奧運項目 第一不是 但也不是關鍵 因為其實我們會看到 SFOC下面很多會員 有很多項目 不是奧運項目 但他們是會員 踢演 沒錯 很多東西都是 所以其實沒有關係 為何會那麼複雜 為何會那麼複雜 這些真的要問他們才知道 我想有很多原因 我想有很多因素 而且我想因素很複雜 總之到現在還不是 我們很努力繼續申請 小公子 講過了 Kan Sir 小公子 關心 你知道我搞哪一飯 正確我 他很複雜 總之關於政府 他會比較熟悉 我以後做了顧問工作 關心 很多的頭套 說不平那些 不不不 關心 我告訴你 因為另一個類似的個案 是甚麼加科 一個跑步的項目 都是很近期的事 上得很快 類似 但起步點 跟你又有些少許不同 因為當初 你沒有拿到政府 學校裏面 還是給出來的筆 直接當學校自發的 輔導活動去做 從最初甚麼都沒有 變成現在很大型的機構 連年跑馬拉松 也有 所以變成了解一下 你們的發展當中 政府雖然有些間接的資助 但又好像不是很大助力 但你跑得這麼成績 沒有人宣傳過 全外國找回你的資料 去香港宣傳 好像與政府無關的事 了解一下發生甚麼事 政府不是沒有付錢 付得厲害不厲害 是另一件事 或者我應該從另一個角度去說 整件事就是 政府是 我們整個運動要搞得好 就是 它真的要從正常途徑 就是SFOC要認了我們的總會 我們的總會在政府上面 經過SFOC 或者經過政府的部門 拿到資源 還有我們成為了屬下的會員 才可以申請到很多賽馬會 或者其他的資助資源 甚至乎很簡單 是SFOC認可的會員 和不是的話 其實你在康民處訂場的優點 都沒有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不是 所以很吃力 但不要緊 剛才我說的部分就是總會 其實我先說另一部分 總會的案件是這樣 其實有辣有不辣 為甚麼說有辣有不辣 就是因為總會未受政府認可 所以總會其實現在都沒有資源做事 所以它沒有全職的工程 很多比賽或者很多活動 都是表演、活動、比賽、發展 都很有限度地做 其實某程度上 不好的地方就是 我們整個Sport的發展就受到限制 總體受限制 好的就是因為沒有他們 我們的威力就可以 即是私人市場的自由度 自由度就會大了 限制小了 很多事情就可以做 我舉個例子 可能譬如總會很強的 可能我們要找某些機構 去找表演 第一時間我就找總會 或者譬如總會的能力很強 我們under總會是屬會 所以變成我們就不可以 跳過去去做一些步驟 但相反 因為總會不可以很強 因為沒有資源 不是總會不想強 是總會沒有資源 強不了 強不了的情況之下 譬如無論商業機構也好 政府機構也好 活動 無論是課程或是活動 或是所有的東西 可能他未必懂得找總會 或者找了總會 總會未必做到 或者找了總會 但他未必能夠滿足的質素 但我們屬會可以 所以變成我們屬會的空間 就多了很多 其實我們亦都可以這樣說 近年我們的會發展得快 其實某程度上 都可以說是 政府未有資源給總會 所以我們發展得快 所以也有好處 對 也有好處 還有我想這樣說 政府雖然說 他付錢未完全很重 但他始終有一筆錢 令到某部份的學校 他有一筆錢做好 所以他容易起步了 否則最初的錢 他沒有去想也不會去想 沒錯 政府做了一個 他也有做事的 有的 有錢沒有結婚的 有投入 但他沒有計較 近期你自己 可能很忙 很多的運動都住 估計前 Kent也留意近期 有越來越多體育明星 對 真的特色了很多 廢星變女神也有 問題是 那些人主流體育項目 但其實是視乎 政府投入資源後 他會否用來做好宣傳 因為計算的標準 就不只是贏了多少比賽 那麼簡單 另外跑步的比賽不比賽 有的計算清晰成長 個人成長的成熟程度 社會活動的參與程度 有很多去計算 即是作為一個 非主流的教育輔助的環境 你這種活動 對於教育本身 有沒有提升作用 其實大家就是計較這件事 等於說你的學生 放學留在操場 無所事事 但跳花式跳繩 健康又好了 精神又好了 社交又好了 又廢青會變女神那一隻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是有東西值得宣傳的 沒錯 所以說社會會否懂得 衡量你們這個活動的貢獻 反而我是很關心 所以剛才八卦了這麼多問題 就不是說政府這個概念 你反過來想理解一下 到底社會整體資源 擺了那麼多 你便投放了那麼多精神 那麼多資源 到底拿出來的成績 是否真的可以更加好 社會是否更加好認識 等於原來傻傻加加 一條片就可以做這麼大的宣傳活動 先前政府完全沒有做過 別傻了 所以變成這些 逐步來想一想 想一下將它變成發揚光大時 其中一件很重要 就是令社會人士 客觀地 科學地認識你們的貢獻 這件事很重要 就不是只有學長彭 沒錯 不過我自己有幾個看法 因為我自己就將多些精神時間 投入在我自己的公司 可能總會的事 其實他有事要幫忙 個人的事 我們全力都支持 但是在剛才我的說法 譬如怎樣從政府的角度 可以得到更多的資源 或者關係去發展成績的運動 這是總會的責任 如果我可以幫他 我都會繼續幫他 但是我自己從我個人的層面 就是怎樣可以 因為政府的事 你知道牽涉得太多的關卡 亦都牽涉很長遠的事 亦都甚至乎 不是我這一刻很有抱負 就可以改變到 因為都是總會的責任和工作 所以我可以做的事 就是快、靚、靚 我自己下手下腳 在我自己層面上可以做的事 例如 譬如我們落很多資源來市場 我們令到很多商界去認識 我們這間公司 令到很多商界去知道 我們在做甚麼服務 令到商界會多些關注 或者各個媒體會多些關注 令到我們可以做的事 政府不做不要緊 政府遲些做不要緊 政府不夠資源給總會做不要緊 要我自己找資源給我自己做 相關牽頭 香港的理由一向都是這樣的 資金生 因為我想說一個問題 就是剛才你提到很重點的情況 也倒轉現在我幫忙問 政府有甚麼可以幫忙 因為坦白說 社會是一間公司的負責 很重要你先搞定自己公司的數字 那些同事要先出糧 是… 可能是… 是的 剛才你提到的情況 就是怎樣去計算 去透過一個模式 去教育年輕人 是… 因為我都知道 理念很清晰 都是透過調整這個運動 令到年輕人 有些不同的成長等等的事情 好了 有這樣的抱負 正在做這件事 又很努力 但又在想自家公司怎樣 又要進市場 等等的事情 好了 政府當然要這樣部分 有甚麼可以幫到手 或者有些客觀的事情 其實原來我們是不知道的 孫風自然 我問你 我老闆 我真是不平等他 第一件事 因為你都是老闆 第一件事的questionnaire 學校作為的雇主 他們自己有沒有平衡 你對學生的幫助 除了說有兩小時玩得很開心 除了有獎項之外 有沒有一些所謂跟進的平衡 諸如此類 例如學生健康是否好了 學業是否好了 代人註釋是否好了 有沒有這些平衡 我想問其他運動有嗎 有 我那些方面沒有意義 所以為何不問呢 他可以說給你聽 有一個完全無緣無故的活動 變成了正式課程 我搞出來 政府有份搞 我知道他們怎樣想 所以不是政府不想幫忙 不是說幫幫林鄭 林鄭肯定有份 問題是他們很有系統的理解 因為他們不理解 就是學校聘請了你們的服務之後 你們肯定對學校有幫助 否則不會重複 實際上那個跟進的調查 有沒有跟學校溝通過 作為客戶的調查才算 例如肯定對學校的調查 一定要做 到底學校的評價是如何 所以為何相比較 就是另一個 不如跑街的活動 想得那麼快 因為牽頭的我的同學 他是商業顧問 他第一件事就知道 一定要做客戶的調查 所以客戶的反應是很重要的 是 你拿著這份東西 全香港那麼多的學校的平衡 是 你可以做到很多東西 我再拆解釁 CAN先生 尿壓多一點的CAN先生 原因是什麼呢 很多時候 你最深跳繩 其實某程度上 不是很學術 或者很多東西 基本上是甚麼來的 是很正常的想法 但是因為公司去到這個位置 或者你推廣一些東西 或者跟政府可能要銜接的話 就要看他們要甚麼 原來就是要一些 可能平時覺得很沉悶的 一般的問卷 是要做的 亦都這樣說 就可以幫到這個運動 再可以上另一個階段 令到多些人認知之餘 可能這件事 就會有其他大些機構 或者政府等等 去知道怎樣跟你們溝通 是呀 因為他們很合觀地知道 比賽 其實為甚麼要玩比賽 因為別人的比賽當中 他們有Rules 他們有要求 有標準的 其實概念不一樣 只不過比賽就不是 你們本身的玩花式比賽 而是當了可能 學校或是企服等等 他們都需要有些的 criteria 你要把它列出來 我相信你有足夠的經驗 和能力 就做一些基本的 例如新年等等事成的事 學校又做了些甚麼 是怎樣好了 那你拿了數據之後 就可以跟政府去表達 你的股票 不是政府 整體社會都是的 算佈的 有道理而已 如果你現在問馬會 要馬會贊助你 或是商業機構贊助你 全港跳繩花式大賽 憑甚麼 他都要想到 那個影響是如何 不是只要眼球那麼簡單 或是人體那麼簡單 例如推廣健康信息 肯定是 問題是你那種活動 跟跑步有一個很大很明顯的分別 你這個組織和創意要求他很多 你還有藝術創作環節 你還有一個臉色影響 好像很多東西 所以其實裡面的創意 常常說創意 創意內容其實是豐富過其他 不同體育的種類 你跳高就是跳高 跳高一點也沒有 問題是他後面都會有一大堆 所謂體育培訓的理論 例如肌肉強度 韌度 彈性 他會計算這些 他會計算運動科學的東西 也有運動科學的元素在裏面 問題是多了一個 就是視覺藝術上面的創意 等於說體操 為甚麼他拿球兩頭扔 可以做到奧運行嗎 因為他有某一個標準 強行行量的標準可以做得到 變成這部份 其實我覺得跳繩不枉多樣 問題是你不需要一陣子 去奧運行才算 對於社會的正面影響 就不只是健康那麼簡單 很明顯 亦都是一個商業 這是其中一部份 商業都是衍生出來的 我經常說 當一件事對社會有好處的時候 不論你賺錢也好 不賺錢也好 資源都會跟著你走 社會很正常 很理性 這件事是好的 怎會沒有資源 還有CANTHER他教 跳繩他還有理念 透過跳繩他教育 有一群年輕人 即是成長 我想我們有很多故事 如果我講你的學生 很多故事的 他自己也看了 這真是幫助他們 其實交友的精神 可以透過不同的 成長的朋友 多元化的成長 成長 或不是成績 不是分數 而是人家看見他真是已有轉變 像你所說準時上班 還要是持續 這一個美德 很多老闆都很想的 這個就是 原來你可以做到這件事出來 其實當中中 只不過不是用書本上的教育 是用不同類型的興趣 不同類型的部分 都是教育的部分 只不過你不能夠 對 他好像因為這樣的原因做到 但是怎樣做 剛才蕭公司在說 怎樣可以將科學化 系統化 變成人家可以了解的 同樣能夠強化你的業務 當然 所以是有事要做的 剛才剛才問了 剛才Amanda 領教過那些麻煩的事 我自己私底都在做 我真的要問 有沒有分級數 是呀 我正在做私底分級 將一些很下功的事 很科學化 變成要給別人了解 但我明白當中的痛苦 和生意的時間 是一個過程 但事實上真的會好些 因為相對於人家說話而已 你不會知道很多事 情況和另一個情況一樣 說真的 我在私底工作 全世界只要有人聚集的事 都要有 但是怎樣去衡量 正正就是那個階段要過 就是怎樣令到其他人認知 甚至乎譬如說 剛才你說的那些要求 令我想起 在我玩賽業比賽中 別人問我那些事 就是那些 就是我這種壞人 是的 我一定要回答他 我就是要將過往的東西 就可以有他的系統寫出來 而令到對方了解 我很明白 因為太有創意的工作 在一般的外人來說 是很難了解 我那時候說比賽 你做事要怎樣 想起也想不到 那我便要將它 變成business 化 客觀化 和數據化 和將一些過往的 past experience 我們最多是過往case 變成他們了解的東西 不知道這樣可否brainstorm 你更加可以 學到東西 是因為在幕前 有做到 但他沒有將這件事 沒有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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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而已 甚麼是世界紀錄 又碰了座 但也有的 過到某一個級數 才去到第二個級數的比賽 到底有沒有標準花式動作 才叫做花式跳繩 而不是只是跳繩 你再計算參與的人數 級數就是 兩個人 四個人 八個人 複雜程度會越來越高 你協作要求越來越高 你指揮那個 你設計那個 其實每一件事 都可以量化到 變成不只是要計算 複雜程度如何 反過來 對於你的市場也好 雇主也好 雙座人也好 他都要計算 例如說我要派幾多學生 我派幾多參與人下去 他們會學到甚麼 他們會學到多少人的分享是甚麼 還有他們是否有所謂 進階的學習過程 不是只是玩完就算 會不會是一個擴散的可能性 健康的訊息會再進一步擴散 所以變成這些東西 全是一個正面的循環 所以變成這些值得研究 為何我這麼八卦 不要介入我 我哭氣 他很想幫助不同的創業 創意創業的朋友 去找得對條路 因為說真的 很多時候 就是這麼有創意 就集中在我們的專業 正眼就是我們的專業的部分 頂上就可能闊少生意的部分 但問題是小公子 就會想在另一個角度 令我們要闊一些 正如說你所說的市場 我都知道 雖然我一向有投資監獄 是 我都知道 其實有一件事很相似 天空海闊 但很少人在想這件事 我想下一步 就不是想香港那麼簡單 但當想過於香港的時候 你那個交流過程比較英美、歐洲、澳洲 比較過後 其實有一件事就是香港的市場 情況和中國很相似 第一 人口密集的城市程度 比例相似高 二、三十個過一千萬的城市 是比較限定的 即是香港成功的模特兒 可以很容易去複製 第二件事是他們面對同一個難題 你都會面對同一個難題 他們暫時用政府的行政能力解決 但就不是一個持續的可行性 原因是他們和全世界一樣 和你一樣 都是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 去如何評定你所謂 花式跳繩的級數、難度也好 專業水平的要求也好 可以互相匹配 是不是學生跳得好 很多人教練厲害一點 是不是教練厲害一點 學生才會厲害一點 你沒有一個所謂配對的兌換數 所以你本身作為一個專業人員 你其實是專業的 但如何確認你的專業呢 那就難了 還是說一間十個人的團隊 請你去教就行 一千人的學校團隊請你去教 都行 變成你的教練能夠教的水平 或者是能夠取得的費用 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變成高級教練也好 資深教練也好 初級教練也好 怎樣都可以有分級數 你能夠應付的問題 你能夠解決的問題 能夠培訓的學生的數量 和複雜程都不同 所以如果真的變成一個事業的話 下一步 下一步很明顯就是跟Amanda學習 如何跟進 我做多一點 我都要繼續再努力 要做一些個案 和量化教練和團隊表演的關係 能夠起碼和贊助人也好 僱主也好 當然他容易溝通到 是… 我是甚麼級數的教練 我教你甚麼事 我做了甚麼水平的演出 開到甚麼的成績 變成容易對付 是… 這件事很重要 例如事業立場一樣 譬如分類型的 你可以方便一點 可能你會容易安排的 不同的人去不同的地方 亦都令到 譬如說一些 你可以培育的新的教練之類 他會看到一條路 他會有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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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整件事 整個行業的成長才是健康的 而且健康得來是甚麼 是有料到的 因為很多時候 說真的 香港看到行業是甚麼 忽然間很快 但也會有很多太參師 又跌得太快 其實說真的 在一個行業 久了你都喜歡這個工作 其實你看到它殘留了 其實挺不開心 在它還沒殘留之前 當然最好做好一些 真正正正的 令到一些真正沒有心進來 就是純粹搞亂動 或者可能只是玩快錢那些 它變得難進來 相對地你進來的那班的能力 就OK 然後你慢慢走出來 香港做得很好 再去不同的地方 整件事會健康增長 這個我想對商業立場 也是好事 說到你我都是在銷售 這樣才有好處 如果不是相對地 做那麼多研究 等一段時間 你覺得可能即時 沒有那麼多應急 但這個你不痛痛地去做 你又可能走到再遠 因為商界的朋友看那些東西 很長遠的 看資料的 很長遠的 不是的 反過來任何一個創業者都好 自己的完成是很重要的 但是創業去到某一個階段 就說是企業化的 即是你找到其他人 一起做同一個使命的 變成你是否有辦法 將自己的能力擴散開去 或管理得到 這就變成下一個很大的挑戰 不是自己一腔熱血 就說去做 做這個船 還有其他人的身分 即是創業創業會 亦有很多不同的經驗 可以這麼說 創業你去到某一個位置 是很高興的 創業完之後 頭幾年都很美滿 很像經驗生存的話 但到這時候 你再上去就停止了某個位置 那你怎樣可以再去 另外一些不同的階段 甚至乎 因為通常創業的 創業那個行頭 當然會比較特別 即是古怪 而且你可以說要捏 就是很捏住東西 可以跑出 跑出之後 但其他人仍然是不明白的 是的 那你為何會用你的訊息 就是那一刻要跳 其實好像階段成長的部份 是要去那個位置 是時候 是時間 因為其實坦白 我們這樣分享的時候 希望其他更加多人了解 去到那麼少 一定的瓶頸位 還有大家都會很專注 就是創意創業的人 一定對自己的那樣東西 很有passion 很認真的 所以只創意只有那裡 變成世界發生甚麼事 是有點難教的 還有最慘是不知道在哪裡找 因為你躲起來 譬如我們之前的嘉賓是做餅 沒有任何餅房 除了餅房以外 除了客人之外 就沒有了 他根本都不知道 原來我還有其他東西 譬如政府有很多基金 原來可以申請的 如果你走這個IT 或者走一些創生科技 也有錢給的 那你也要知道才可以 可能就是他們要多一些 譬如要聽一下節目 或者可能遇到不同類型的朋友 或者將一些會 那就可以多一些資訊 有不同的活動模式 可以有不同的參考 例如足球才算 因為較為成熟的項目 國內玩到甚麼程度 香港也沒有跟得那麼貼 香港也太刺激了 反過來 外國那套進入中國 現在才回到香港 原因就是專業性的要求去到哪裏 例如某個球會 王家甚麼甚麼 香港正在搞 一開始已經有三千多個 名牌 阻礙了 原因是有一套系統很過癮 就是他可以追蹤你球場上的 那個位的表現 他可以劃分 不是只錄影那麼簡單 如果有電腦模式 我可以告訴你 你多數都是跑錯那個位 全球的命中率是多少 你經常接不到球 你調一調的位 調少許而已 不要跑那麼過 很快就追到你了 變成人家可以很科學化 整個場地看完 你個別球員的表現如何 就算是很高的 那套系統其實是很值錢的 問題人家的主意就是這件事 香港很久沒學到才能引進 那套系統不便宜 歐洲去了中國 然後在中國才回到香港 你說是否是虧底 假設我馬上brainstorm 我不知道 假設你有錢去處理 可能每一個學員 或者每一個人跳 當然你比賽時已經計算了 但可能原來他 我猜某個動作 可能他的力量不適合 他可能跳不得那麼快 或節奏不適合 不知道他裏面的骨格如何 可能有些detect 其實外國人已經很流行 已經知道你怎樣動 已經知道你什麼位置 很微細已經知道 其實可能加上創生科技等等事情 會不會是另一個進步 外國人最流行是看數據 還看科學的資料 這個是可以令到 尤其是這個運動 已經不只是在香港 是 是外國先的 那你能否覺得他們快 或者你這麼集中去做這件事 而可能帶領這個世界 用你的套系 都不知道 馬會有這套設備的 計量器有的 為什麼你會發覺 近這十年運動員進步得那麼快 引進了那套東西 就是他真的衡量你 不只是運動動作那麼簡單 他就說你動作裡面 哪些部分不是很適合 哪些部分的肌肉要增強 通過什麼培訓環節 增強哪部分的肌肉 它是很詳細可以全裂出來 我第一次反應我 我不知道他會否和我想過一樣東西 那我用不可以用 你如果是符合標準 你可以申請 你如果從來沒有溝通過 沒有要求過 你都不知道你意味什麼的東西 那問問馬會 尤其是你的 查理案法都很漂亮 那你可以用別人的錢幫你 對呀 你那個批評 商業通常都是這樣 是課全社會的 是全社會的問題 就是那句了 不是說認不認可你那個運動本身 而是說你是否有這樣的需要 他都不知道 你可能聯絡談 你和馬會相對談 先做了那個討論 令到學校的人多數齊全 整理一下 他的影響是甚麼加貨 慢慢做 然後明確說得到 你有什麼具體的需要 而是從政府也好 團體也好 馬會也好 哪裏都好 到時再說 甚至看學院都可以 是 其實不看學院說 沒所謂 到底有哪些東西 可以相乎相乘 大家合作 例如你那部分的課程 可不可以拿去教育學院 或者教育大學 或者體育學院裏面 變成他們私自培訓的一部份 這些其實都是可以研究的 但沒有實力的 是 所以是不是他做很多事 問題就是你指的熱誠很重要 那我不讀書 真的嗎 好呀 這個這麼說 熱誠行第一 熱誠是重要到是甚麼 有一次有一個 創業創業基金的部份裏面 就是Launch 或是聘請一些資資基金 人家說我為何要付錢 其實那個講師都說 很重要首要的第一件事 就是Found the passion 對 沒錯 就算你的技術 所有東西都好 其實他都是看這些重要事 否則你很難drive 你再向前 變成就說真的 我不需要給你一個 這麼特別的分別 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開 譬如藥房 我不會覺得特別 你的衛藥房有多厲害 除非你本身對這件事 是好的passion 那你才有機會走得遠一點 甚至乎你輸又不讀 這些動作之下 一些很有passion的人 會做的 我想這是第一步 會會 所以這個要倒轉 因為你已經擁有基本的東西 要做了 即是說的是真的 怎樣再走下去 或者吃著這麼好的小 即是這麼多人這麼了解 或者香港現在這麼免費的 極度宣傳 所有人都會知道發生甚麼事 Amanda也知道辛苦了 是 他都不喜歡讀書的 後來 算中 最不喜歡做甚麼 博名做 就是做了一個master 然後就做了教師 因為對這個很有興趣 還有知道要招呼這些人 醫要求那麼高的 原來 有些東西原來書是要懂得懂的 明白 如果不然你溝通不了 亦都令到你可以容易走得再遠一點 還有你的眼界亦都會相對闊一點 說真的 譬如說運動 我想可能有機會有人會覺得 運動 就是你哪有知識或甚麼 就是運動員 因為說真的近這幾年 真的多了很多訪問 或者今年多了很多青年運動員 是 有很多專訪給他們 如果不是想著 大哥你怎樣賺錢 完了之後退役了之後又怎樣 我自己有學生是之前講對的 是 接著去到大小小 他真的很小 他大小小 他最後覺得 這樣都好像很難搞 又讀書甚麼 他就決定不玩 然後就讀書 然後就做現在很公民的工作 是 選擇 但因為他看不到路 父母看不到路 相對地 我經常覺得不一定是玩一些 例如運動 不讀書 當然不是 當你發現原來你有盤生意 或當你發現你要做一個 可能高級教練 你會看到很多運動員 忽然會讀書 我想其實讀書這件事是一個工具 有需要不是需要 你很明顯那時不需要 你先清楚這個需要是否加課 不是人家強迫你讀甚麼 是自己走去的 你自己選擇一些 對自己的專業 有幫助的東西去讀 那你才有興趣 到時你就不覺得辛苦 我告訴你 變了很多時 譬如接著學校最多的 小朋友 上課和樣子來玩 你會跳繩 還有他被迫來跳 跟他自己很喜歡跳的 是完全兩件事 很多時是說 怎樣透過一些運動 譬如有些喜歡跳繩的 就是你的學員 他真的可以很集中精神 很認真 上課那時是完全兩件事 甚至有些反過來 就是說 你默書合格的話 就讓你去跳繩 那有的 有的 有的 因為金堂不准玩跳繩 合格 不准玩跳繩 是有用的 其實這是另類的學習 因為說真的 如果你整個教育 其實很多小朋友 如果長時間 他是做一些自己不喜歡的東西 又或者是沒有興趣的東西 他就會久而久之 被學識的 哎呀 都是這樣的 抗拒心理 但起碼有些人 跳繩 我起碼墨原書也有得跳 其實他除了真的有得跳 其實他還學習一個技巧 他有一個機制 就是原來我喜歡的東西 只要我經過努力 我可以拿得到 這個其實這麼小的信念 或者一個習慣 他如果沒有種在小朋友 很早期的社會裡面 他將來就覺得 一樣東西都沒有希望 是不是習慣了 就是打電話 或者… 越來越順受 越來越順受 只而是他覺得 一樣東西他都爭取沒用 或者是我都不喜歡 九二九次我都遇到一些年輕人 他不知是他喜歡甚麼 最慘的 因為很小時候已經習慣了 被人安排了 是 變成了怎樣 經常都說 有些年輕人很喜歡 是 其實我都覺得他們不想的 過程當中 年輕人很基本 很小學 因為說實話 跳繩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跳繩幫不上 你說考名考的 跳繩這個分 可能沒有實質可以幫到手 起碼某些中學 你打籃球是可以的 可以讀書 你也可以進入的 你知道我留言給我考 游泳 但問題就是 可能你那個跳繩 最早期 沒有那麼多國際的分 在整體裡面 未必可以立刻令到他們父母 會說 跳繩 你是近幾年宣傳得好一點 變成了 透過不同類型的教育 最最後都是教得一個小朋友成材 只不過不是傳統的模式 不是傳統的分數 而這件事 在教育部份裡面 大家要接受 和父母也要接受 那小朋友很重要 熱情先走 Ken也走得很重要 還有我想回頭說 是他父母沒有阻礙他 因為我告訴你 我都試過小時候 我被我媽媽在球場捉走的人 因為我很喜歡運動打排球 是很活躍的 但當然我懂得如何跟我媽媽溝通 總之她放工回來 我就會在家出現 before that 我就處理 但我真的被人捉過回去 因為那種阻難 你是很難再去戰俠 已經沒有去到 不是生活上的問題 而是因為讀書 應該 這些概念 應該讀書 那些手段不同 Amanda和我的手段很大分別 甚麼科 她會死衝的 死頂的 我不是的 我拿齊數據出來 給人看 你不要犯罪 是那時候不懂的 那時候不懂的 而且真的 這些是運動 或者是這麼說 一般人來講 我們直接會是這隻 我先做了事 但是傳統的一個世代 是要先看手段 但當然我們這些女人 都可以活得很精彩 其實都是另外一個訊息 給到現在的一些年輕人 或者父母 你會明白 其實每一條大陸通羅馬 只不過是很多時候 人們會看手段 看分數 我才知道是否可以 但有些事情未必是 只要是另外一個方向 我相信Cancer 很多精彩的掃開 和大家分享 還有她的一個事業 都是一個公司 很成功 很難得 是 全眾 都可以運動 都可以做得這麼好 今天真是麻煩 時間不多 下次我們準備一下 看看那條片也好 宣傳也好 是 Cancer 你放心 基本上我會在我們YouTube下載 怎樣都可以給予連結 起碼是那條連結 還有一向都會出發 Cancer 現身說法 就不是人家主動他 他自己說 大家都知道 變形大家又可以了解到 剛才所說的 形容到那個波形 很漂亮 畫面是甚麼樣子 我會加一些東西 在我們那個Facebook 和在YouTube上 我們互相幫忙 我們所有的朋友 今天寫差不多了 謝謝你 Cancer 下次再見 各位 再見 拜拜 拜拜